好 走 当家的 儿子会叫爸爸了 你咋叫一声 看你这傻样 那有啥奇怪的 要是什么奇怪 叫爸爸了有什么奇怪的 学说话和孩子嘴跟着嘴 乍吧乍吧能走了 也就自来冒坏他 看看一生爸爸把你给乐的 你咋就不干点正经事呢 什么意思 我什么正经事没办啊 你天天的 一口一个儿子 两口一个亲儿子 就这么叫的 打那儿子出去了 那老子少子都管他叫儿子 你乐意啊 你怎么就不正经八百地 给孩子起个名呢 当家的 沈子说得对呀 咱儿子都快一周岁了 是该起个名了 来来来来来 这 这有个想过 要不然叫铁蛋 不好听 那叫什么 金宝 叫 叫什么 金宝啊 大金疙瘩 宝贝蛋子 好听 金宝好听 大金疙瘩宝贝蛋子 古金宝好听 行 咱就叫金宝了 别看平常不会说人话 这名字起到 你说的是啥呀 这就算完了 那怎么着 还想要赏钱啊 我问你 今儿几儿了 什么几儿了 亏你还是孩子的亲爹呢 后天 就是咱们金宝的 一周岁生日 是不是得给孩子办个抓粥啊 你是个当大官的 是不是得办几桌酒席啊 你说呢 那 当然得办了 是不是 当家的 别听婶乱说 你那天有功夫啊 就回家来 我让婶炒几个菜 烫糊酒 咱们三口 加上婶子 一块吃个便饭 就当给金宝过抓粥了 在家办抓粥啊 这 这可真没听说过 我就纳了闷了 你们俩这孩子是偷来的 你干嘛那么见不得人呢 婶 那真是的 你静胡说 我这人啊 就不喜欢热闹 这大操大办的多累人啊 当家的 就照我说的办 不行 我不能委屈了我儿子 我儿子这抓粥业 还就得大操大办 热闹闹的 我还在外地 闲闲闲闹 我这儿子呢 当家的 你疯了 我真的不在乎 我在乎 报告 进来 把门关上 二哥 你找我啊 来 你带铁了 铁在这儿 来 抓着喜 二哥 你有 你有儿子了 废话 我姓骨头 就不能有儿子啊 当你一直生的 二哥 我当初就说 屁股大僧小子 这说得太对了 见不见 这屁股大屁股小的事 我跟你说 出去别说了 是是 找你来啊 跟你商量点事 啥事 你说啊 这个老大老三 这个大鼻涕的 我来送 好 你说叫童子公子 我要是给她送去吧 我们家姑奶奶肯定知道 这要是知道了 还不能我翻了天啊 是 可你说要不请她 二哥 你放心 这事交给我 董事长 你妹夫要这时候 分店请客 请您去 她请啥课啊 二哥不是调到您手下 当副团长了吗 怎么得表示表示 那我就不去了吧 董事长 您默许可不成 你妹夫就想当大脚面 想对您表示感谢 您默许可不成 兄弟 你说我这是一个落了炉 过了气 让人撤了时 挤得得跟孙子似的 谁还把咱们当玩儿子 这您多想了 咱就说二哥三哥 我大鼻涕 哪个不是您老不下呀 到啥时候不能忘了 言打哪闲 出哪哪说完不是啊 我说你小的 还有点良心啊 那等我去看看 谢谢团长 谢谢 我妹子去不去 你说姑奶奶 她就不去了 都是一群当兵大老爷们 她就不合适 也对了 行 童团长 后天中午十二点半 十二饭店 行 我先走了 团长 行啊你这傻袍子 一点都不傻啊你 我是还怕她 告诉她妹妹 就二嫂子皮要知道了 非出来面不可 到时候把您抓住喜岸 还是赏事 搬倒 二哥 童团长可不知道 你跟大女人的事 到时候她王八打把子翻了盖 可就全看你的了 没事 我既然敢请她 我就不怕她 又没有大了宝贝哦 不用啊 那童团公子老掉牙了 咱哥几个就好使 是 王冲 阿玛 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去趟三叔家 你不是昨儿刚去的吗 昨儿个呢 我跟三叔呀 聊到革命的形势 他呀听得起信 所以就约好了 今天跟他讲讲 南方的新气象 那革命形势 嗯 行的 那这样吧 吃着中午饭再走吧 中午杯阿玛喝几杯 阿玛 我跟三叔约好了 中午一块吃饭 要不 要不晚上 晚上我再陪你喝点 行 那你就 早去早回 嗯 好吧 阿玛送送你 阿玛不用了 我多大个人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您回屋歇着去吧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去吧 老大 送洪如呢 干嘛去了他 你有什么事吗 送铁吧 我儿子的抓猪鞋 十二饭店 一定去啊 我不去 这这这 别的酒可以不去 这酒你必须得去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不去 我 行行行 我知道前段时间 我做了好多 让你不高兴的事 我 我不对 你大人不几下人过 你说 我这老大不小 好不容易有个儿子 你能容易吗 大喜事 是吧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矫情呢 我不说了吗 我不去 我矫情什么了 不是 你这当老大的 最起码得一碗水端平吧 我请你 参加我儿子的抓猪鞋 你不去 那你把老三儿子 养这么大嘴 说了个不字吗 滚 我说点实话 你翻什么脸啊 滚 帖子我给你放在这儿 你要是不去 就是你当老大的侍子 業主耶 你先емон起了 你没什么叫做 你快点出 форм子 你还是不去 你没有什么叫做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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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敢上学了 二哥邀请我们参加他儿子的抓纠席 不去 二哥可说了 你要是不去 就跟你恶苦存三亿绝交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 你笑傻 啥意思呀 啥意思 说的是平淑施工案 金镖黄天霸为救支线施不全 杀了他两个结拜兄弟的故事 不参加了儿子的抓纠席 他还得杀了你和大哥呀 他是古人义不是黄天霸 给他八百个胆子他也不敢 不去理他 要我说 去 子依啊 这儿哥一直就想有个儿子 这好不容易有个后了 你说你这结义兄弟不去 往后他脸上挂不住啊 我也知道他不容易 我就是气 养外宅 就这么一直瞒着二嫂 你平时跟二嫂处得也不错 咱要是去了 以后怎么跟二嫂见面 那二嫂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那两年前在门口骂我八倍祖宗 那你要是不去 那就该换成二哥在门口骂你八倍祖宗了 骂把子才敢 来 你都把你搬 香烟了 快香烟了 二嫂里面请 香烟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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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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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里面请 来了哥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好 好 这位是三副官 我兄弟 三副官 你好 好好好 来哥 都安排好了 我告诉你 我以为你女奶奶 曾经那小姐呢 太靓了 脂肪了 别贫了 你没看孩子哭呢 赶紧咱一小嫂子找个雅尖 欢迎吧 找雅门好了 你先去 我去 那边外面找过去 到我地的雅处 好嘞 来 小心把去 走吧 早点 别让你 不哭啊 走 老店 三副官 你还行 成功班股专长哪个雅尖啊 大鼻弟 这儿呢 二哥 在这儿等我呢 太客气了 谁等你了 赶上了 赶紧的 上楼 好嘞 马上就来 大鼻弟来了 那房子这边咱总好了 放进门哥 都安排完了 两位兄弟 今天哥哥这喜业能不能圆满 可全靠二位给我咱们打圆场 我这儿谢谢了 哥哥你放心 只要兄弟战 啥事都没有 傻袍子 我还告诉你 你别大包大揽 我看看你 今儿大哥三哥 甭管高兴不高兴 只要来了就没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佟永公 你忘了 你怎么办 当年他围剿鬼剑仇的时候 杀那头枪的土匪 那叫一狠 你怕了 我怕什么呀 不是告诉你 同友公男伴 那你啥意思啊 不要帮忙 找人呢 凭什么我走啊 要走你走 混蛋 怎么着 这这这这 还靠你们俩给我打圆场了 这这这先掐起来 老掐 什么狮子还掐啊 你说 该怎么办 哥 嗯 咱这戏是不是还得唱下去 必须的呀 要唱下去的话 咱就得分清楚了 谁唱白脸谁唱黑脸 阮硬坚实真真假假 要打架子 拉架子 还有拉偏架子 是吗 哎 还有装好人的 你明白吗你 嗯 我不懂 说的是听明白的 好 闭嘴 接着说 黄大夫 不好意思 我中部有点事 你帮我顶替一下行吗 行 你忙这忙你的 那谢谢你啊 好 好嘞 叶大夫 不好了 手术室里有位病人心理衰竭 院长让您马上过去帮助处理 好吧 行啊 大脾气 这几天警察局没白单 有挡劲啊 那是 挡劲个屁啊 依我看呢 就多涨一肚子花我藏着爆了 不是你狗肚子直伤得好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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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打鼻子说的吧 古长官的客人楼上请 哥 你别动 二八驾驶拉开了 上包子 你去 那奶奶奶 我生亭柴子的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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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山长来了 请请请楼上请 俩孩子没带来呢 上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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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里边捡快 二哥 三本山长来了 里边捡快 老三 弟妹 来来来坐这边 二哥 恭喜恭喜 来了 来了 小寿星呢 那个小寿星今儿是主角啊 是不是 咱得四个打齐的 四个穿靠的 中军啊马同啊 这都上完了以后 咱是小寿星才能上来的 是不是 别听他瞎白话 饿了 找地方吃奶去了 起名了吗 叫个啥 他们家孩子 以后背不住 是大诗人杜甫那样了 咱要不然干脆叫古肚子 滚肚子 不是 古肚子 那还没古肚子好听呢 我说你早这么乱呢 刚把名字起好了 叫古筋毛 筋痘 大宝贝哥的 这名字好 好听吧 二哥 你请大哥大嫂了吗 请了呀 当然得请啊 不是 这两口咱还没来呢 大哥大嫂都是盲人嘛 这大哥大嫂 他们俩可都是羊胖啊 主张的是一夫一妻制 会不会不来了呀 那不能 就从二哥中年得子 他们得来 还请谁了 还有同盟长 自己待着吧 你干什么呀你 咱 那你跟这同盟公 哪有那么大仇啊 不就是他求你帮忙 你 你没帮上他吧 对不对 再说那个案子 不是你办的 你帮不上他呀 是他自己可口俊祥 他降了职跟你没关系 是吧 你没必要怕他 二哥 今天你大喜 兄弟怕搂不住活儿讲你的局 还你要为这个你放心 如果他要来了 翻旧账的话是他不懂事 我先跟他急都用不着你 他爹 他爹 快坐坐坐 快坐下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人怕见面 术怕扒皮 佟团长就是个要面子的人 到时候你说些软和话 我们大家伙都抬着他 我想他不是那么 不讲情面的人 将来啊大家还是好朋友呢 妈妈 这话说得好 还三勺有见识 二哥 你跟大舅哥说了 今天是来参加金宝生日吗 二哥想说来的 我还把他折身心不来呀 我就说 谷服团长今天请客 专门对他表示感谢 臭蛋 不是 这事你能瞒多久啊 那他来了看见大妮子 跟小金宝非得炸锅不可 老三 你说弟妹这句话正说点上了 我现在心里正为这事犯愁呢 你说 你说如果待会儿他来了 非要跟我撕破脸 你说我怎么办 那只能跟他妹妹就不过来呗 说什么呢 我 你就不能那么想 那大舅哥是那么好脾气的人啊 到时候指不定能出点什么事了 对对对 各位听我说 我为他同志同团长晚一个小时呢 就让大家和谐和谐 二哥 好好地 给你做最坏的打算 将你一个最好的结果 对 咱先让佟永宫认了这件事 然后咱再慢慢让他妹妹接受 蛋妮子和小金宝 对对对 这 这主意不错 是吧 好主意吧 好主意 这样最好 三哥 至少 就你两口就多说点好话了 三哥 你看师傅 三哥 我不算在里头 好好好 老三 没把你算在内 你待会儿啊 就踏踏实在这儿坐着 吃你的喝你的啊 你 全在二哥呢 看这二哥 全在二哥这儿了 有点像红眼 老三 公务长官的客人楼上行来 来人了 我去炕去 有有有有有 方舟您来了 行行 你行 大家公务坐实了 行行行 都谁来了 没变人 全是你的老部线 行行行行 还这儿呢 大哥 大哥来了 这不是唐大厅长吗 这贵客 是是是 贵客啊 人家现在是不是又立功高升了 是 童团长 上次的事紫衣没帮上忙 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趁今天的机会 给您道歉了 这 这 这 刚才啊 我们还说来的 这事啊 他还真帮不上忙 因为这案子不经他手 那是 是 这人家能量的 他不往我身上使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对 童长官 在下肚里能成什么 大哥 大哥 这可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用不着跟我这么说 就是你请客 对 这是夏铁子醒来的吧 是是是 那你说咱是那种 不仁不义 六亲不认 跟落井下石的人吧 是是是 是是 大哥里边请 走走走 里边请里边请 里边请 刘的妹子都来了 我妹子咋不来呢 来了就坏喽 咋的呢 不懂事 他拉肚子了 饭店的茅房离特远 你说他憋不住 都拉裤子里的 超级训练的 别让他整个事 我我我我削你啊你 这也都不懂事 这孩子 你说 来大哥坐 主位 我坐这啊 不是你都请谁了 所教官呢 请了一会就来 那这 我说你这不懂事 你他来不来的 这 人家这唐的厅长在这呢 那我算个屁 这所教官算个屁 来来 坐这儿那个 大哥 今天是家业 您当大哥的一定得做主作 这是规矩 对 合适嘛 合适 您就别假摸假事了 赶紧做他 大团店 不是本身就是啊 那这磨磨叽叽的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啊 饿了 不懂事 没事 不说不笑不热闹 是是是 逗吧 是吧 再说了 那再怎么嘚瑟 那鞋底还能成了鞋面 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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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 上菜 火箭 快上菜 大哥 你怎么来了 来 进屋子 不了 我是来给你道歇你的 各位 菜都齐了 请慢用 是 大哥 老三 弟妹 你看这菜都齐了 咱们还按老规矩 过午不好 开心 对 来 喝酒喝酒 上菜咱就得喝酒 三哥 咱喝什么 你不知道啊 对对对 喝茶 喝茶 来 哥 各位 先听我说 还有两位主角没来呢 骚挡片刻 我这就请不去啊 骚挡片刻 还有主角的 大哥 等等吧 不就是所知一那两口子吗 不着急 那 那 那 等等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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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怕 还有我们呢 我不怕 舍得一身股敢把皇帝拉下嘛 嫂子 请 吴司令来啊 我别坐这儿 大哥大哥 这位这就是您坐 谁啊 各位 主角来了 动动动呛 动动呛 动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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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各位 我给介绍介绍啊 这位是大哥 从小金宝那儿论得叫舅舅 他大舅好 我舅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位是二哥的磕头老兄弟 盘和老三 三叔好 老三 老三 这位是三哥的媳妇 三婶好 好 那这位呢 这位可是二哥的老朋友了 周警主 外号叫周鲁生 周鲁生好 周鲁生好 周周周周周 这谁啊 不是 这刚才不是说了吗 她是你妹妹 这孩子呢 叫古金宝 是你外甥 亲外甥 对对对 为了这外甥得喝一口吧 来来 倒酒 倒酒 喝一口 等会儿 等会儿 我妹妹 这哪哪儿论的 不是 从我二哥那儿论 那从我这儿论能对吗 来来来来 让别的 怎么个团众说话呢 团众 这孩子叫古金宝 姓古 是你妹妹 跟这个妹妹生的孩子 今天是一岁生日 白的刷着喜 那你这犯请我干吗呀 我来的多余我 大哥 团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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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就叫救救了 你看这孩子开口可真早 那当然了 这说明啥 这说明小金宝跟团众 前辈的要缘 是吧 我说你怎么不让我妹子来呢 她要知道你有这么个野种 我跟你说她死不了你 你把嘴放干净点 我嘴够干净的了 我告诉你团众 团众 大妮子是我二哥养的外宅 生的孩子就是骨架的根 怎么成野种了呢 他不是野种 是什么 我大妹子可是明媚正 去八台大教台来的啊 我问问你 她有媒妇之言吗 她有父母之命吗 团众 父母之命没有 二哥早就没有父母了 没人都有 我 我是没 没人 你滚一边去 大哥 你拉倒吧你 他干这么磕众的事 你还好意思说话 他又没贪污君想 干什么磕众的事了 这谁的裤子没系好 把你露出来了 你再说一遍 你给我等一遍 大哥 大哥 你听我说句话行吗 大哥 你知道我老骨架三代单纯 我娶了你妹子十几年 她一直不开还 我让叶雨山找人查了 是她的毛病不能生养 你说我 我想有个儿子 延续我们老骨家的血脉 我有错吗 我这有什么磕着呢 按照七处之条 我早就可以把你妹子修了另去 我没这么做呀 大哥 我一 是念你是我的老上司 二 这一日负几百人 我跟你妹妹这十几年 有感情 过得不错 所以我养了个外宅 你说我现在孩子也有了 二哥有得好 我告诉你 那才证明我二哥身体没问题 有问题是你妹妹 你少跟这儿放屁 团传 息怒 息怒 我今儿还就放一响屁哥这儿 给你两桃桃让你选 一 你认了这外甥 以后大妮子同在哪一家人 二 你带着你妹妹回家去 以后我二哥 大妮子 小金宝 他们三人过 好 太好了 我看出来了 今儿是你们哥几个 给我摆一红门宴是吧 我问你 我童永宫有没有什么 对不起你的地方 没有 没有 是 那你今儿把你这些狐朋狗友 土匪喽啰 都给招在这儿来干什么 想干什么 是不是还想来一出鬼见仇啊 可你忘了 老子从前清时候开始 就他妈不怕土匪 是谁 你再说一遍 团众 团众 大哥 我在说十遍也是这话 团众 别成了经 就忘了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老子 三哥 不对 团众 你骂了个八子痛工 把你刚才说的话给我咽回点 咽 咽回点 赶紧咽回点 我三哥的脾气 你要不是不出场了 对对 咽回来 老三 三哥 老三 把刚才说的话 一个字一个字给我咽回点 唐死义 你要干什么呀你 大舅哥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还不知道他插上尾巴就是驴 你别 没那事你快带上 我 我给你赔不是 大哥 您给我个面子吧 大哥 还谈论 大哥 大哥 这小子连日本人都敢杀 咱好汗不吃眼见亏 是大哥 大哥 拿位子 这酒我喝 那我先干为敬 好 快 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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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回来 好 好 这边我已经全散了 各位 好 各位 太好了 躺 躺着 坐 坐 坐 躺着 大哥 大人大量 大哥 我头发长见识短 好歹我们认识这些年了 我有几句话 说出来您可别笑话我 说句公道话 二哥包养外宅这事 就是再有理 也应该先跟您说一声 是是是 二嫂这个人嘛脾气暴 瞒着她也是情有可原 可大哥您是个通情达理的明白人哪 能不知道继承香火的大事 再说了 现在这些官员包养个三妻四妾 已经不新鲜 对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 二哥 这事你的确做得不对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大哥商量呢 对 你说现在都抓究席了 你才告诉大哥 你就是对大哥的不尊敬 是吧大哥 大哥 这事啊兄弟错了 我发酒 还不去把大娘子叫进来 跟大哥赔不是 我我我我去叫她 我去我去叫她 大哥 我给大家买上 大哥 子夷的酒 我替她喝了 三嫂女中豪杰 来 丹丁子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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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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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不哭啊 待会儿啊 我待会儿吃肉啊 好不好 待会儿吃肉啊 酒酒酒 不哭 哎呦 二哥 都在拿 这人倒得挺全的 我待会儿不哭啊 老三 老三 你来了 三婶你也来了 大哥 连你都来了 不是 你怎么能不通知我呢 你说这是好事啊 对吧 再说了 这不是认亲吗 我不在这亲怎么认得全 是是是是 真是的 你怎么来了 我 大哥带我来的呀 你还打算忙我一辈子不成 来 让我看看 对对对 是这样啊 我刚跟大哥这个商量了 我 我这样 一起来 来 我一会儿跟你说 还太行啊 我就看到孩子了 我的 你看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行吗 不生气不生气 你别生气 还想你起来来来来来 一会儿对 不生气 哭了孩子这儿也是 小媳妇 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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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不哭 来来来来来 你哭什么呢 哎呦 你长得还挺好啊 有点像你啊 有点像你啊 有点像吗 有点像 有点像 还会再像你 有点像你 是个女 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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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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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我打死你个店骨 有无理精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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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个店骨 我打死你个店骨 你干什么 别动啊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给你拼命了 你活了 你个没了解的 我打你怎么着 我给你拼命了 我给你拼命了 拼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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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 我拼命了 你拼命了 你拼不起我 你没有了解 你不是我的 你是在于 requite 我拼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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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 锁知遑 чего 二公 你他们要干什么 五仁认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是想看你怎么收场 你要没这个胆子 别扛这事 我生日子你生气是吧 好 你自己有能的生一个呀 你 大哥 大哥 不能开枪 我不能担心 不 大哥 大哥 他妈真后悔跟你结了拜 他妈把我当成大哥了吧 你这么做是大哥做的事吗 行 那咱今天一了百了 来 来 大哥 这算是丢人现眼到家了 他反正的时睁 他可能不是 是 奥 解放了 抗尘的 万一 也都豁腻为盒 当兄弟的陪着 陆三 三哥 来 我数三个数 咱一块儿向前 一 陆三 陆三 大娘 大娘 三 我一人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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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了 妹子 我看他 这事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你就忍了吧 我忍不了 那你还能跟二哥离婚 我不离 我宰了他 他宰了那个狐狸妮跟那个小野种 你可别乱来啊 静说气话 真让你宰了二哥 你舍得 要我说呀 这事已经这样了 咱们还是想想以后怎么办 首先 咱不能给那山东大泥的藏地儿 第二 泥在家里头 必须得有面 我不见了一个狐狸精 我要见了一个狐狸精 还不得把我给气死呀 对 这算一条 规定那小子 不许把外宅往家里领 你看那还有什么 还有啊 还有那个儿子 那个儿子 不能管他叫妈 最多叫个姨 他得管我叫妈 小的时候他带 长大气势的我带 这恐怕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他要好过了 我就不好过了 苏妍儿 你跟谁一波呢 来 我看这条行 我跟那小子说去 你还别说 那孩子长得白白胖胖 双眼皮 还真挺撩人的 也是啊 所以说不能让那个婊子呆啊 哥 你把那个狐狸精的地址 给我找出来 我去看孩子去 不是 你是不是要闹事去啊 我闹什么事啊 我得跟他说明白 把规矩立好了 你去不去 你要不去我死给你看 我去 我去 小祖宗 不 你非要弄成这样 我去过饭店了 那是他自作自受 古人一背着老婆养外宅 交朋友一肚子坏心眼 他倒成了好汉黄天霸了 二哥这个人 心思是有点火 但他养外宅也好 生儿子也好 这跟我们都没关系 你没有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是 古人一养外宅 生孩子都行 我就得替别人养儿子 那么 不认识我了 我是有点不认识你了 我是有点不认识你了